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汽车》,喜欢的小伙伴请的关注我们。 现如今,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,汽车也不再是奢侈品,但也有的家庭是买不起的,这怎么办呢?那只有买二手的了。 说实在的,二手车市场真的是水深,不是老司机,很容易淹里面。 当然,土豪同志不缺钱的除外,但是国内的二手车市场和国外的不一样,它存在很多坑蒙拐骗的现象。 按中国话来说,是无坚不伤。 在二手车市场,他们收回来的车可以翻仙道让你以为这是新车,就是靠这吃饭的。 再没这点技术,他们凭啥赚钱呀? 收回来的车,买个新表条一下,给车做一个美颜,内饰清洗更换一下,内部零件及发动机清洗一下,再把轮胎更换了。 总之,一套瞒天过海的流程下来,要做到新的让你挑不出毛病来,新手只要去了。 那基本就是去一个载一个。 能看得见的好车,其实内部已经是发霉发臭了,整辆车已经是问题重重了。 如果不小心买到事故车,怎么办? 反正对我来说,就是死磕到底。 这只是玩笑话,不过大家还是要理智,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车子。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哦。